马来西亚级中心女大生 两年前在台南遇害后 胸贤梁玉智一审被判死刑 上诉二审目前传出了暂停开庭 再次进行鉴定 让女大生的母亲伤心又愤怒 他有人权 那我女儿的人权呢 我女儿没有活下去的人权吗 这样无端端的好好的一个人 他也无怨无仇 真的很无辜你懂吗 胸贤梁玉智一审被判死刑的理由之一 是根据精神鉴定结果 他再犯率是最高的高危险等级 即使判处无期徒刑 假设回归社会后 15年后再犯性侵害 比率高达52% 其他暴力犯罪59% 上诉二审良育者律师 认为重大刑案应该审慎处理 所以何怡婷法官决定再送鉴定 鉴定小组的成员 包括了精神科医师 心理医师等等 需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费用约十万元 我们用平前的社会调查 是针对他这个被告 他的体系 生活过往的状况 来做鉴定 两个是鉴定的目的是不一样 他毁的不是我女儿 一个人 是我一家人 之前已经鉴定了 开学医院也鉴定过了 为什么他还要再做 这些无谓的鉴定 还要罚政府的这些钱 去保护一个杀人选手 我真的是不明白 反正在台湾是不会有死刑的 是不是这样子讲 对于生理期间被告梁玉智 一再送鉴定 女大生的母亲无法理解 法律为什么要这么做 认为被告在监狱里吃好睡好 被害人家属 往往是一辈子也走不出伤痛 东森新闻 周立轩 黄松群在高雄台内报道 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说没想 这个来自马来西亚 24岁的年轻女孩 她因为喜欢台湾 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安全的国家 所以她来到台湾念书 她有一对疼爱她的父母亲 虽然舍不得女儿离乡背景 但还是尊重女儿的选择 当然也希望 她能够在台湾快乐地生活 眼看着 就快要完成四年的学业了 但是却没有想到 在今年的10月28号 就在从学校回到她诸乌处的路上 这个女孩遭到的歹徒 性侵杀害 而令人愤怒的 除了是这个凶手的冷血无情之外 我们更要检讨的是 是谁给了这个凶手 一而再 再而三的机会 让她可以躲在黑暗里 一世在世 过去我们不断地呼吁 社会的安全网 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悲剧之后 这个破洞还是在哪里 在这一起不幸的事件当中 有这么多的环节 只要其中有一个环节 有人多了一点点的警觉性 也许就可以阻止这起悲剧发生 这个年轻女孩 她根本不该 也不会克死印象 首先我们来看 在案发的地点 是在长荣大学旁边 这条台铁的片道 很多同学 他们早就跟校方反映过了 在这里录得 到了晚上不会亮的 到了晚上是一片的漆黑 常常有人就躲在漆黑里头 吸毒 偷电缆 结果学校说 这个路段 不算他们的管辖范围 好 就算不算是 学校的管辖范围 但是学校为了同学们的安全 难道不能够主动做一点吗 不能够主动去通报警方 这个地方很有可能 就是治安的死教 建议设置巡逻点 不能够去主动通报 相关的单位 能不能派人来这边检修路灯吗 但学校做了吗 还是那三个字没有办法呢 如果同学们要从这里走回租屋处 难道要同学们都自求多福吗 在案发后的一个多月 我们再度回到了命案现场 路灯终于会亮 而且是一路光亮到底 但无辜冤死了马来西亚女大生 却已经永远回不了家了 这是在台湾照亮一条路的惨痛代价 如果时间能够倒转 其实我们有太多的机会 能够阻止这一起悲剧的发生 这附近的灯也都不会开 又常常没有电 然后就很暗啊 然后又很危险 但我们都知道那一段路 就是很危险 因为其实这附近 就是很乡下 超害怕 超危险的 真的很害怕 真的 因为我通常都会走 大学站旁边的那条小路 对 晚上如果真的没有带步工具的话 真的就是用走路的 那里都有一些租储 然后就蛮多学生会走这一条路去 好 这边听说晚上很难吗 这就会死 是 都没有反应 还是反应就没有 我听学生说有人有跟学校反应 他学校说这条路不是他们管辖范围 所以没办法上 简短了三个字没办法 就让这条路继续按下去了 治安死角就是这样来的 我们都知道那一段路就是很危险 因为其实这附近就是很乡下 所以我也 我自己很晚回家的时候 我也会常常看到有一些很怪怪的人 就是在路边这样 这一段路灯是台铁杀人之线的桥下电道 两边都是农田 所以比较偏僻 比较偏僻 所以经常都有人来 在吸毒脱剪电线什么的 有时候它剪就一段 其实我们有发现 我们就会报工手 工手就会修理 维修 晚上应该会走大马路吧 不敢走这边 应该是 因为家人会担心 同学们都知道 也会相互的提醒 这一条路在入夜之后 阴森的可怕 能不走就不走 不然就结伴同行 而如果有交通工具 像是骑个摩托车 也会比较安全 只知道是他在去上忙完 然后他就过来找我们 你女朋友好像说 要怎么去载他 对 最后他说不要 他说没关系 这样麻烦 他自己走就好 来自马来西亚的女大生 婉拒了同学的好意 因为当时才晚上八点多 时间不算晚 就算一个人走回去 也应该安全吧 这次发生这个事情 我们觉得很遗憾 他真的是把台湾 真重重打了一个脸 你那么多学生 这么的相信你台湾的治安 这个女孩子 她还一直剖文 剖台湾的美 台湾自己曾经常常讲一句话 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 那不是很奇怪吗 事后发现 整个桥下都是暗的 那为什么一个女生 敢走那条路 表示什么 她不是第一次走 一定走很多次了 这个学生一定走了很多次 觉得很安全 平常阶段路程走路不用半小时 但女大生 她却一直没有回到租屋处 同学们开始担心打电话找人 没想到手机被关机了 我们就有持续在打电话 她是手机没电还是怎么样 对 然后就都打不通了吗 对 就打不通 那你们是待了多久之后 才觉得不对劲 就是在上午八点的时候 就是我们就去警局 那个孩子这样子 到了手上八点 她还是都没有回去 对 家长或者是你自己觉得说 不对劲 跟她平常生活习惯 不太一样的步调 她就可以抱失踪了 所以失踪在台湾很多 你知道以前我刚毕业的时候 跟现在都不一样 那时候还几个小时 七十二小时 二十四小时 她立为行方不明失踪人口 那现在不是 现在必须你去报案 三连单正式报案之后 她就会直接输入 我们电脑资料里面 就是会沉案 警方现在不容易 像我那个年代的痴案 报警后同学们回到宿舍 越想越心慌 有人想起了听说上个月 这条路上才发生了烧脑事件 有个女大生差点被掳走了 当天我从学校 从火车的桥下走路步行回到我们宿舍那边 然后在经过文化学院的时候 我有听到文化学院内有民众在放音乐和烤肉的声音 当时我就继续往前走跨到十字路口红绿的那边的时候 然后我没有多想 但是后面就突然有人从背后捂住我的嘴笔 然后我一开始没有很慌张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我认识的同学吧 这件事情在网路上传开了 但学校和警方有严肃认真当作一回事吗 其实当下28号被掳走之后 学校只有透过email跟我们说 夜晚要注意暗处 要有人同伴一起同行 可是重点是他却没有跟同学们详细说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辖旭里面有几所大学 他不让你警察进去的 他不希望你警察介入校园 他大学里面有住位警 除非发生其他案子才会需要你警察 学校有教官 学校有警卫 他不会跟你警察太密切的互动 上一次发生的时候 学校就只有简单发一封信而已 然后那边的路灯依然没有亮 你把它关掉 全暗耶 只看得到一个闪黄灯 路灯依然没有亮 继续给了歹徒下手的机会 直到有人真的失踪了 才开始认真找人 台湾的监视系统 其他的国家比起来我们算很强了 所以现在失踪人口 你要找比较容易 你常常会看到说 哪个女生在哪里被接走 被网友接走 还是哪个女生在哪里被载走 警方调出了马来西亚女大生 离开学校那个时间点左右的监视器画面 找到了这个身影 他低头划着手机 走向了台铁高架桥的便道 但再继续往前走就没监视器了 警方赶到现场 找到了一只女性 警察感情 说哎哟 还有鱼子 他整个人找人 他们已经没了很久了 大家都在那里找 人的学生 我如果走到那里找 都找不到 这里 有点不在这里 鱼子就在这里 鱼子就在这里了 对 不在这里 我来说 你脖子不会冬 我这里说是怎么样 说没有 这有点 他都没看 他说你脖子不会冬 来去鱼子看 一个人好端端的走路 怎么可能连鞋子掉了都不知道呢 因此警方研判 女大生恐怕是招人强行录走 立刻扩大了范围 掉越周边路口的监视器 锁定了一部红色的轿车 他在当天晚上八九点左右 就在这附近停留了一段时间 行机相当可能 而经过调查 车主是一名住在高雄的良性男子 警方立刻南下找人 他鞋子有遗落在现场 所以他鞋子遗落在现场 又发现一部红色自小客车 研判是被自小车车 强行拉走 因为我看到地上的拖痕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 被自小车车车载载走 是才根据那个车 去把自小客车的胸前给找到 我们在侦查的过程之中 发现他这十九个小时 通通都没有回到自己的家里面 一直到我们昨天晚上九点 我们有一组侦查人员 在他家埋伏了 那时候他才回到家里面 那我们逮捕到他的时候 他是惊慌失措 良性男子看到了警方早上的门 坦承车子是他开的 他也的确去过那个路段 但是他说他根本没有看到 那个女大声 不过随后警方却在他的车上 发现了一包女性的贴身衣物 我们在车上有收到一些衣物 那行为说是他自己购买的 都是全新的 警方对这样的说辞感到怀疑 突然间良性男子他改口了 他说他有遇到那个女大声 不过被他吓跑了 但这个谎言很快就被戳破了 因为监视人员在车上的后座 发现了喷溅的血迹 还有警员的血印 因为他车上有踩到女生的毛发 微物激震嘛 我们讲说现在微物激震很厉害 那我们讲反走过并留下痕迹 现在就封锁起来 封锁起来之后很多都是有 微物激震而突破 带突破的刑罚 这一件案子一定就是从车上里面 踩到很多相关的施证 还有监视系统拍到的东西 给这个凶献复首认罪 找到了关键的生物激震 良性男子知道只包不住房 他终于坦诚犯案 有关这个性侵的嫌疑犯 他坦诚 他在那里作案的目的 是为了性侵跟性骚扰女性 案发当天 他把车子停在台铁桥下 等待犯案的目标出现 当他看到了马来西亚女大生 一个人走在便道上 他觉得有机可乘 立刻拿出预备的绳索 从后方勒昏了女大生 然后将人拖上车 企图侵犯 但没有想到竟然失手 把人给勒死 凉嫌触步 躺承犯案 并告知专案人员将被害人弃至于 高雄市阿联区的大康山一带 专案人员前往搜寻 虽然有发现被害人 但是被害人于生命迹下 应该是说都是巧山 都应该丢会有这种感觉 什么感觉 就是我们离乡背景 还要自己来念书 应该有很好前程 可是对就是 这样子就没有了 有点沉重了 听到这信息就 有点震撼了 就有点震撼了 感觉就 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身边 通常不太会出现在我们身边这样 就还蛮伤心的 就有点沉重的感觉 为什么要付出一条宝贵人面代价 才能够把这条回家的路给照亮呢 前半路往之后谈成 就是因为这边的路灯不亮 所以他才会挑在这个路段 锁定败买目标 不过第一次他并没有成功 他那个时候徒手想要把一个女生 给拉上车子 但是却被通常给挣脱了 而事后这个惊魂未定的女同学 马上向校方跟警方通报 但结果呢 只是被当成一般的恶作剧来处理吗 如果那个时候 警方能够进一步去调阅周边 路口侵视器 也许就可以锁定了 这个嫌犯的车辆 找到了人 那么至少能够让他心生警惕 你不能在那边做坏事的 但遗憾的是 这些事情都没做 所以歹徒 他不但又回来了 而且这一回 他又准备了一条绳索 是谁给了他这么大的胆子 非要得手不可能 面对记者的追问 嫌犯低头不发抑郁 他戴一副黑框眼镜 长相斯文 却残忍地掳杀了一名女大生 他被逮进警察局的时候 他的双手双脚都遭到了上铐 险些腿软 还需要警方搀扶 之所以选择在台铁便桥附近犯案 是因为他观察过 这里灯光昏暗 四周都是农田 又没有监视器 只要锁定了落单的女子 应该就难得手 所以他算很聪明的 然后比我们都还聪明 比如说暗的地方 在用东西 什么 他怎么不到台南亮点的地方 中华路去那边买服 表示他不笨 他怎么不到台南火车站去买服 表示他很聪明 他会分辨是非 他怎么不到便利商店门口去买服 因为他怕 为什么怕 表示他懂得分辨 他不是会分辨吗 不知道他干嘛躲在那暗的地方 干嘛对一个陌生女子下手 其实一个月之前 就已经有这个问题了 就是有据说 我同学被从后方 后面捂着嘴巴捂着脸 然后因为他尖叫 所以那个嫌犯 就马上逃回车上 当时坚明幸运脱逃魔奖的女大生 还在网络上发文 提醒大家经过火车桥下 要特别注意 有一个身材微胖 身上有烟味的奇怪男子 你今天这个学生逃过一劫 家孩子还在 没落网 家孩子没落网的时候 他一定会早时间在办 还是会有个受害者 甚至不止一个受害者 第一个 他的车辆停在台铁桥下 停留有一段的时间 第二个 他有预备这个绳索 来跟随这个女生 所以我们研判 这是一个预谋的行为 没有想到这个呆徒 一次失守了不死心 一个月之后他又来了 既取了上次被挣脱的经验 他这一次还多准备了一条绳索 童军神这个东西 一拿出来 这就会有你死的 他不会从你手中 留下生命给你的 他准备那东西干嘛 他自己打火节 自己打双火节 不可能嘛 所以这个凶险百分之一百 不只在那边观察过一次 不只在那边出入过一次 甚至于他早就预谋好 只是哪一个女学生 被他碰到哪一个倒霉 据他转述这个绳索 是他家本来就有的绳索 看起来他应该是要 准备这个绳索 是要控制这个女学生的行动 这犯罪者的心态 他今天对一个无辜者下手 他知道这个童军神 出去就是准备犯案用 难道他不知道童军神 勒人会死吗 他们不拿味噌来跟勒 他们不拿其他东西 为什么要拿童军神 让他跑掉 所以他本身出发点 他已经就是对一个陌生的人下手 这跟郑杰那个样子 但是没有两样的 那叫随机 这是一种非要得手不可的邪恶执念 所以当歹徒终于等到落单的马国女大生 他毫不犹疑地使尽了权力 勒住了女大生的脖子 尽管女大生奋力地挣扎 踢掉了一只鞋子 但最后人还是被拖上了车 他应该在第一现场的时候 把女学生勒婚 那强拉到车上 就会造成他这个衣衫不整 嫌犯在第一时间 失口否认性侵的女大生 还强辩是因为失手不小心 所以才将女大生给勒执 他应该是到一定的时间内 因为他也不确定 他发现这个女学生 通通都没有动作 所以他研判 他已经严重的昏迷 所以他就到处乱绕 要寻找弃势的地点 刑犯大概在前天晚上 九点左右犯案 那他的弃势的时间 应该昨天下午三点左右 他这段时间就在高雄跟台南这样 有时候上高速公路 就在这边一直绕 我们研判他可能在寻找 要弃势的这个地点 他不管他丢在哪里 丢在他隔壁 丢在他楼上 他就是弃势 不管他的想法是什么 他就是要把这尸体丢弃 表示什么 丢弃的用意是什么 跟他们的关系 嫌犯开车载着女大生的尸体 一下子往南开到了高雄阿烈 接着又开上了国道北上台南 他漫无目的地绕了那么久 绕到车子都没有了 还开去加油站把油给加满 但却发现身上钱不够 他竟然拿出了女大生的手机 要求加油站的公主生 让他抵押八百块钱的油钱 这个举动太诡异了 让加油站的员工印象深刻 但没有想到抵押的监制手机 竟然就是新闻上播报了那位 遇害女大生的原因 而更加令人不喊恶励的是 在加油的当下 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的女大生 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的女大生 把一个生命看得很终 我自己对这个案子的怀疑 这个凶险 不会只有9月30号 对一个女学生污口 9月30号到发生这个 马来西亚女学生的案子 一个月 这一月里面还有30天 30天里面他有没有做过其他难件 第二个 9月30号以前 他有没有做过其他难件 有没有被害者 已经被他性侵过了 不知道 他到底办了什么案子 只有他自己 好 梁雨智他在落网之后 面对警方的监讯 他的态度非常冷静 即使遭到了收押 尽到了看守所去 据说他的心情 也没有太大的气质 根据所邦人员的观察 梁雨智他吃得好 睡得好 看起来没有丝毫的回忆 但是他的父母亲 却为了他所犯下的罪 羞愧到无地自容 涉嫌杀害马国女大生的梁雨智 在经过一晚的监讯之后 在警方借户下走出了警局 准备移送避检署 面对大批记者的追问 躲在安全帽里的梁雨智 他面无表情 不发应 从他落网之后 面对警方监讯 一贯冷静的态度 和他在社群网站上 呈现了阳光男孩的形象 简直是判若良 为什么荒唐 因为在邻居的记忆中 梁家有三个小孩 梁雨智才排行老二 梁爸爸平时带人和气 是个虔诚的基督 梁雨智从小就跟着爸爸 参加教会活动 是个乖巧的 你看到这个胸盆看起来白白晶晶的 你觉得他是凶手吗 邻居一问说他很勇于 人看不出来的 人不可貌相 没有办法 看到外表就知道 他人内心在想什么 但曾几何时 乖巧的孩子走遍了路 警方清查梁雨智的背景 发现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进出警局了 从高职毕业到当兵退伍之后 一直找不到工作 整天就待在家里头打电动 而竟然开始冻起了歪脑筋 从2012年开始 梁雨智就在高雄阿联老家附近 他一连偷了五次的女性的衣服 梁雨智他越偷越大 后来甚至直接大胆地闯空门 准备刑切时失封被带 他遭到判处拘役290天 梁爸爸舍不得儿子被关 筹出了29万的罚金 才让儿子重获自由 梁雨智好不容易 在罗斯工厂找到的试作 但却可能因为前科记录曝光 丢了工作 后来他回到了高雄老家 贷款买了一辆红色轿车 当作是白牌车 有时接送亲友 但没有想到这辆车 最后竟然变成了他的犯罪工具 梁雨智机车行铁门深锁 才遭网友气愤淡洗 他已经满20岁了 有自主能力了 跟他爸爸妈妈是没关系的 丢鸡蛋这些人也不对的 你是不可以去买丢鸡蛋的 你丢鸡蛋没意义 他的父母亲招谁惹谁 生了一个孩子发生这种事情 他也不愿意 但是孩子在做的这些事当中 父母亲不知道有没有责任 你道义责任还是有吗 道德责任还是有吗 生前是很坏了 很坏了 那是什么都在哪里 担任朋友他他没说担任地 梁家二老因为愧对社会大众 已经连夜搬离了 而对于亲生儿子犯下的滔天大祸 做父母亲的怎么样都赔不起一条人命 除了深深的致歉之外 也只能够借由司法审判 一命长一命 我们是良异智的父母 对你们的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这个遗憾是我们造成的 如果能复审复判 能还给你们一个公道 疑病 残病的话 也是对中爸爸和中妈妈 最好的交代 再多的誓意 也弥补不了你们的伤痛 对不起你们 我们的教养 有问题 过错 造成这么大的社会问题 真的对不起 这是我们与二的距离 现实且残酷 爸妈因为儿子犯罪 没脸见人 但反观梁玉智 他接受警方征序时 他的态度冷静 毫无回忆 收押之后被关在看守所里 他吃得好 睡得好 还能跟其他受容人一起聊天 从头到尾 他就像是个没事人 真的 你说今天如果说你开车骑车 不小心撞到一条狗 撞到一条猫 你心里都会愧疚了 晚上都会做噩梦了 都会觉得很害怕 赶快去拜拜 烧金爪 他那种杀了一个人 还可以吃还可以睡 那是什么逻辑 这是什么鬼逻辑 最主要这个凶手 真的是太残忍了 你选择一个完全你陌生者 你没有情 也没有财务的问题 也没有仇恨的问题 你就可以把他活生生 把他杀掉 惹死 这跟你完全不认识的 他跟你无冤无仇 他连你杀他的是谁 他都不知道 那这有什么借口好讲 马国女大生的父母亲 一下飞机就跟着 台湾的防疫人员 前往裁剪 一想到这片土地 就是女儿遇害的地方 妈妈忍不住崩溃痛哭 女大生的父亲 搂着妻子 不断地轻盼安抚 等待裁剪的结果 确认阴性之后 依照外交模式获准入境了 夫妻俩立刻直奔高雄殡影馆 要见女儿最后一面 妈妈撕心裂肺的哭声 尽管隔着门板 依旧清晰可以听见 令人比赛 当她走出了殡仪馆 已经哭到了全身团软了 一个肝肠寸断的母亲 只想知道台湾不是很安全吗 为什么女儿会出事 为什么出了事情 还不告诉她 要她自己一路问到台湾来 我自己上网查询 那个贵人去派出所 然后派出所那里 也有给我 应该是给我什么侦察组 有拿到什么号码 我就拨什么号码 只要能够了解到 我女儿的状况 我都打 甚至到凌晨 已经知道我女儿死性过后 凌晨我还想知道 到底警方要怎样处置 一个心急如焚的母亲 远在马来西亚 除了打电话 她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学校却是一问三不知 到方我也不知道 他们的顾虑是什么 因为我一直跟她讲 不管什么 你就直接告诉我 一直还说没找到 没有什么 其实如果照看新闻 应该是下午就抓到嫌犯了 到下午到晚上 都还没有告诉我这些事情 因为警方就说 侦查不公开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再得到进一步的消息 所以我们其实跟家长 知道的讯息是差不多的 一句侦查不公开 女大师的妈妈 只能够忐忑不安地 继续等下去 结果等到的深夜 十一点多 却是等到女儿 遇害的噩耗 只要人活着最后一丝的希望 也破灭了 女大师的父母亲伤疼欲绝 尤其是当他们来到台湾之后 慢慢拼凑出了 歹徒犯案的整个过程 更是觉得女儿死得太冤枉了 如果在她女儿遇害前的一个月 就有女同学在同样的地点 差点遭到的歹徒掳走 请问学校通报了吗 请问警察处理了吗 有关30号这个案件 她并没有来我们派出所报案 但是她有跟她的房东的女儿 来转述这个案件 那我们因为守望相助的 那个房东的女儿 有来跟派出所来谈及这个事件 我们有找到一个可疑的车辆跟人 那有请女学生来指认 但是因为高铁桥下 当时的灯光昏暗 女学生她无法指认 那也不愿意报案 那当时可能认为 是一个恶作剧的状况 明明有报案 但警方却说没有 之后又改口说 以为是恶作剧 在网路上被骂翻了 如果这不是痴案 什么是痴案呢 这种说辞 女大圣的家属绝对无法接受 当时这些 他受理那个民众报案 他就以为说是 人家是恶作剧 我不晓得恶作剧 这三个字从哪里讲出来的 但是如果有 那当然他自己是不应该的 不能讲一种话 任何一个案件都是老板 所以需要你警察的时候 最需要你出现在现场的时候 后续你要做一个后续的追查 后续的一个整理 如果警方当初没当恶作剧 进一步的追查 是不是可能早一步追到了嫌犯呢 而他就不会有 第二次下手的机会呢 如果当学校知道 有女同学在路灯 不亮的台铁变道 差点被掳走 能够积极地处理 是不是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但校方的反应却是 侧门外的停车场路灯不亮 本校无管理权 连里长跟驱公所也不替离车 我们近期大概有查证了一下 维修的这一通报的频率 大概在今年的六月 有接收到通报 那十月也有通报 那当然在最近 就没有再接收到 有路灯损坏的通报 其实我们有发现 我们就会报工手 工手就会修理 维修 里长为了省钱 就将这个开关关掉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我哪来有钱 都付这个路灯的电池这么多 其实如果有发觉路灯不亮 还是有李明跟我讲 我们都会尽量报工手 因为这个是工手在维护 在维修 也不是花我里长的钱 是不是 我为什么要省这个钱 每个单位都在踢皮球 连台南市大家长黄伟哲 他在第一时间的反应 也令人傻眼 昨天在去 事实上也是都两盏 也是两盏不亮 所以真的是一路都不亮吗 但是如果说 针对整个案件发生之后 他讲的路灯 只有坏一盏 你坏两盏 你怎么样 我个人觉得 那不是坏几盏的问题 那是你那个路段 亮不亮 你坏一盏还很亮 那也没关系 你坏一百盏 还是很亮 也没关系 可是你坏一盏就很暗 那就很严重了 一个女大生惨遭歹毒杀害 一个市长在第一时间 不检讨治安工作 反而是纠结在 究竟几盏灯没有亮 当然引起了各界的塌法 学生气不过 纷纷拿出了影片达免市长 这一条暗黑变道的路灯 究竟是亮了几盏 你把它关掉 全暗耶 只看得到一个闪黄灯 按到我们连狗都看不到 我们有同学曾经 就是因为这样子 差点在那边摔车 伸手都看不到五指 然后还必须开 那个手机的那个手电筒 这样说谎来指着 我们同学说 是否真的是 这个我真的说谎 不管是一年前 还是事发前一小时 甚至是案发之后 这条变道都还是一片黑漆迹的 黄伟哲被同学打脸之后 出面道歉 承诺会做好全面的检视 在所下境内的这个学校 周边环境 包括道路 包括路灯 包括草丛 包括路径 包括治安的巡逻 你们都会要求 全面的检视 道歉之后 隔天晚上 黄伟哲带着相关单位 前往案发现场视察 但他还是难言委屈 忍不住抱怨了几句 我说真的 我们现在学校周边都要巡视 是 好吧 因为就是这样 才回应民意 那我已经被定了满头包了 坦白讲第一时间 应该你们出来 市长生气了 各个单位终于动了起来 照亮一条路的代价 竟然是一条宝贵的人 那么这次针对马来西亚乔生 所牵涉到的这个命案的事情 我虽然贵人分局 在很快的时间内就破案了 但是中间有牵涉到 没有卡利桑林丹丹的部分 中间有牵涉到这个失言的部分 我们还是要必须 讲诚分明 赏华分明 所以呢 今天已经警察局 已经发布了这个分局长 以及派手所长的一个 这个处置的这个命令 那对于这个局长本身 局长已经自行处分了 那目前校安中心主任 也就是我们的总教官 已经请辞获准 另外就是我们的学务长 也是请辞获准 这只是冰山一角 所以今天的责任 看到了很多校方的当时的态度 警方的态度 政府的态度 就是必须要从这边取到教训 那我们讲真的其实 好 台南市是属于六都 请问一下 花莲 台东 屏东 苗栗 新竹等等乡下地区 这样的路有多少 这样的路周遭的学校有几间 做得到完整吗 那这些是不是地方上 最基本的里长可以做得到 因为现在灯不像以前电阵有跪 LED不跪 那电很适合 你在全台湾有多少这种阴暗的道路 你没看到我们刚刚讲 已发生的事情才发现 这个大学这个岸的路 现在变得亮了 发现了才变亮了 那你还没发现的那些 是不是可以趕快做 我们也觉得对家属非常的抱歉 事情清楚 惯弱 我们也会对相关应付责的人 做出救责的处理 那今天是凸显了你其他的一些 做以后你的一个 修改的一个教材也好 或者是也可以为我们人民 做多一点事情 再教你也好 这个是我觉得 目前讲这个情形真的是 于事于续 就是做到再亮 做到二十四小时再亮 那女学生也是回不去了 前犯的父母心羞愧到无敌自容 只能够大意灭亲 请求法官判处自己的儿子死刑 一命抗一命 但是从判例来看 在台湾在过去我们看到 杀一个人是不会被判死刑的 女大生的父母亲 他们将女儿带回马来西亚之后 沉痛地召开了记者会 他们要求台湾的法官 如果今天不能够将嫌犯 判处死刑的话 他们就要求要将人引渡回马来西亚 接受审判 接受制裁 同时间台湾政府也必须要为 因为相关单位的疏失 造成了这起不幸命案的发生 原本明年女大生就要毕业了 一家人预计明年要从马来西亚 来台湾参加毕业典礼 如今却变成了告别式 妈妈在爸爸怀里气不成声 同学们穿着黑白相间的学士服 默默送他最后一程 悲伤的情绪再也忍不住跟着窥提 你这个不是毁掉一个人 不是杀掉一个人 你是杀掉一个家庭 他的爸爸妈妈可能一辈子 都没办法脱离那个痛苦 真的没办法脱离那个痛苦 一辈子 不是一条人命 那是整个家族 校方将女大生的毕业证书 交到了他爸妈手里 硬是被提前的毕业典礼 还是用这么令人心碎的方式 妈妈紧抱在怀里 仿佛女儿就在这里低声戳气 带着女儿的骨灰以及毕业证书 夫妻俩踏上了归途 但痛失宝贝女儿 女大生家属盼望台湾司法 能判处凶手死刑 还给他们一个公道 因为人家信任你 相信你 相信你台湾的治安安全 才来这边放心把孩子交给你台湾 那你发生这种事情 你必须还给被害人的一个公道 你必须还他公道 而不是让你自己台湾的一些法律 觉得说你公道已还 我觉得这个案子 真的要审慎的 好好的重视一下 把这个人枪毙掉 那个女生就会活回来 可是你把这个人枪毙掉 会以防下一个在犯罪的人 你把这个人枪毙掉 如果想要在犯罪的人 他会看到有人被枪毙了 你觉得他敢做吗 起码减少 没有办法完全儿子 但会减少 十一月二十三号 家属在律师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 提出三项法律诉讼 其中包含要求台湾政府国陪 因为总统给家属的信函 内容提到 我们的疏忽让您失去爱女 就是这段话 他们认为足以证明 台湾的疏忽 奏成女大神送命 我觉得申请国陪的构成 是有相当大的可能性 那我们的国家赔偿法 采取相当因果关系说 因为在事件发生前 就有一个女生 在同样的地点 就已经受到这样的骚扰 然后她也去报案了 报案了以后 但是检查次案了 不只你如果次案没关系 如果你有去做后续的侦查动作 去寻个罗 去让大家知道说警察员 让这个犯人知道说警察员 已经开始来注意这件事情了 那有可能 这个事情 这个命案 就可能因为 这样的警示 而不会发生 那会产生因果关系的话 那就变成是公务员的疏失 那公务员的疏失的话 就可能构成国家赔偿的要件 只是就算能得到国赔 女大神的命也回不来了 家属说希望台湾司法 能够判松手死刑 那为什么以前的法律可以做得到 让很多老百姓心安 为什么你现在做不到 让老百姓恐慌 我都相信有神明在看 你今天还他一个公道 老天人会帮你记上一笔 你今天不还他公道 老天人会帮你记上一笔 人才是要为善一点的好 依照台湾目前的杀人罪的判刑 一般来讲如果情节不是非常的恶劣 或者是不是非常的严重的话 目前的判决的实物 都是以无期徒刑为多 但是因为在性侵而故意杀人 这个犯罪 在台湾之前的立法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犯罪 之前的立法就是一个 唯一死刑的立法的一个犯罪 所以这个案子并不一定说 一定会判无期徒刑 也是有判死刑的可能性 为什么呢 第一个它是性侵而故意杀人 第二个它是无差别的犯罪 那在世界各国的立法力 对于这种无差别的犯罪的评价 都是非常严格的 尽管国外对于这种无差别杀人犯 判得很重 几乎都是死刑 但反观台湾 已经渐渐走向实质 费死的一个状态 如果不判死 女大神家属说 会积极争取将人引渡来马来西亚 接受审判制裁 依照我们引渡法的规定 如果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是不可以引渡到他国受审 因为司法权 毕竟还是主权的一部分 如果你把中华民国国民 引渡到他国去审判 等于是放弃自己的主权 这个部分在我国的引渡法里面 明文规定 所以说不管他们怎么呼吁 台湾的法院不可能违法的 去做引渡的这样的事情 一条人命的生切教训 才换来其他学生安全受到重视 但却是一个家庭的破碎 台湾在国际的形象受到重创 大家都在睁大眼睛看 台湾司法又如何给这对 伤痛欲绝的女大神爸妈 一个交代 你要还人家一个公道 小孩子在那边读书 干嘛 才二十四岁而已 拜托 青春年华 这样就没了 这种情何以堪 杀害了金口真离子的刘学强 当年其实是被判处了死刑 不过后来却因为减刑 他逃过了一死 刘学强在服刑的期间 情绪控管有问题 他最后只能被安排 逐进了独居房 连家人都拒绝让他假释回家 甚至放话 谁放他出来 谁负责任 刑所里面通常他们对于这种 虐待儿童的虐待女人的 或者是奸杀的 这一类的人都会被整得很惨 他们会用各种方法 然后趁着管理员不在的时候 用各种方法去整 2004年 玉方将他移往宜兰监狱 但他又因为长旅人起口叫 而被关进堵居房内 刘学强提报假释期间 玉方也试着联络他家人 请他们提供住址 来安排刘学强出狱后的保护管束 没想到家属根本不想让他自由 他那几段的分子 他那个水质都有危险性 比如他那个情绪会很不稳 人际关系又很差 所以他是很特殊的人物 所以没有一个人敢说 连在家里面有说 谁放他出来谁负责 他家里面不会再负责 他们一旦建议才会找我们说 你们要不要来评估看看 我们去评估两次 一次是我请我们同工 两三个人去评估一下 回来他们报告一下 他就是说 我现在脖子很强 我现在身体很好 我可以适应社会 我身体很好 没有谈到他说 我想要认罪回改都没有 经社服团体评估后 也认定无法收容他 被认为没有悔悟之心的刘学强 短期内恐怕还是得乖乖待在雨中 在这个地方成为 井口真理子的命案现场之后 也荒废了好长一段时间 那也做了一段时间的就是停车场 那在这个停车场 经过好几年之后 后来地主把这个停车场 卖给建商 跟建商盖了这个房子之后 结果没有想到 经过二十多年快三十年的时候 又有一个分屍命案发生在这个 同样的这个现场 而且当时就是发生在这个大楼里面 而且就是井口真理子 和气司的这一个控制 相隔二十九年的巧合 让人不得不剁作理想 会生会影的各种传说 也让整起案件增添 诡调气氛 好 更多的节目内容 您可以上网YouTube搜寻 订阅 分享台湾起床 同时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王北翔 我们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